老规矩开头先检查队友分成 哎呦这莫菲是匹配到一个妹子选手了 队友队友开个麦吧 好吧本居牛逼对此很失望 原来是个女装大佬选手 喵的还是个吃货名报姜奶黄包 喵的听得本居牛逼选手都饿死了 通说了直接鉴定分成 能穿这种女装大佬装扮的小学生段位绝对不高 莫特段位应该在钻石 哈喽开个麦子了 卧槽真能光速摆给啊 我靠刚才没看到敌人 没看到存储失误好吧 知误个鬼 莫实力就是莫实力 要知道你可是钻石选手 还得要多练啊 光顾着聊天没看到 过梦去吧还想和本居牛逼选手聊天 众所周知本居牛逼选手从不开脉 你的意思啊 区区钻石女装大佬选手竟然想指挥 本长导牛逼及大佬选手 慌什么有本居牛逼选手算了意外的 漂亮 逼掉逼掉 本居牛逼选手和你讲哦 好好看好好学 学费了本居牛逼选手的万分之一 都不会那么容易摆给了 哎呀什么身份呢 怎么又指挥上了 不是都说了好好看好好学型了吗 看本居牛逼选手 如何把对面打得他妈妈 都不认识就行了 必须6啊 OK不错有眼光 不愧是本居牛逼选手 又得到一个人高度认可和赞扬 来来来 这把你继续光速摆 给本居牛逼选手继续带飞就行了 正常发挥了 莫要笑死本尊了一边歪着个头 一边说正常发挥 兄弟你就不怕头被打歪吗还歪头 看吧 刚歪头就光速摆给 这把压力又要给到本居牛逼选手了 队友拿捏 队友拿捏对方 这还用你说 就看本居牛逼选手直接掉对面小卡拉拉就完事了 压一波啊 哎呦我靠这两个小卡拉拉不讲理的是吧 本居牛逼选手先溜一波再说 直接递绝绕绕路继续把对面的小卡拉拉 让他们妈妈都不认识 哎呦 对面趴了 赶紧打 哎呦不是哪来的坏毛病这么想指挥 证明你装大佬白给选手你知不知道你 严重的影响本居牛逼选手的发挥了 看吧没了吧 喵了咪的还便是是吧 便是在你给本尊等着 不失误了不失误了 你装大佬白给选手真的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啊 还在说自己失误 你要笑死本居牛逼选手吗 所以本居牛逼选手要直接对你发起长导最高礼仪了 认真打着吧 笑死本居牛逼选手了 继续认真白给是吗 喵了个咪的人呐 没看到本居牛逼选手快汗牛加倍了吗 两个小卡拉米在围攻本尊 还有另一位编尸仔选手是吧 白给女装大佬本居牛逼选手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先上本尊店后 又喝牛逼编尸仔竟然还发起了长导最高礼仪 好你个编尸仔给本尊继续等着 丢你个香蕉哈密瓜 小心拿捏而已就个子上了是吧 话不多说直接发起长导最高礼仪表示不服懂不懂 本居牛逼选手这把直接发起猛攻 喵了咪的这把对面的小卡拉米是聪明了还知道狗家 不是怎么又光速白嘴了 真的不愧是你啊你装大佬白给割选手 嗯队友加油加油啊队友 放心放心好好看好好学就是了 本尊无敌他们随意 本局局牛逼选手直接发起猛攻 加油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懂不懂直接猛猛 还剩下编尸仔是吧 对 你剩一个人大残了 好好好牛逼边尸仔本尊和你势不两利搞偷袭是吧 现在比分2比2最后一把了 喵的的今天不是你们死就是你们死 这一把直接赌上本局牛逼选手的牛而逼之的局牛逼之名 打不过直接改名可以游回家逗逼好了 再把你们努力之间赢一下比赛好吧 不是白水哥选手你在否叫什么 如果本局牛逼选手没记错的话 你目前为止只杀了一个吧 来来来赌上本局牛逼之名 给本尊诈的他们妈妈都不认识 牛逼啊不愧是本局牛逼选手啊